请订阅 朕诏愈 凡国家大事 关系重大 不许闻风望行 传至恭敬之中 朕恐皇太后 闻之心烦 操劳圣心 已将太后 移出慈宁宫居住了 什么 你把皇皇娘给囚禁了 无故觐见太后 向内庭传说者 极为违法之人 一旦查出 定行政法 宏历 你 皇上圣名 皇上圣名 好 行 就这么着吧 朕让你盘查国库 账务没理清楚 和亲王府倒是焕然一新了 多重奏折 到了朕的手上 朕只有下令封了你的王府 以示朕不护皇族之短 你不向宗仁府交代实情 反而把喘悟之言 告诉太后老佛爷 经朕下旨 押至督察院大牢代审 弘历 你好没良心哪 押下去 是 你这个昏君 进目求敌 走 进目求敌 你造孽啊 你造孽啊 张廷玉 唯一诚在 你身为军机处的首席大臣 还联合庄有功 挪动水利专银 致使乾江决堤 民众受难 朝廷损失惨重 今日殿上 你若是奏请老佛爷 开启墓盒 可见你心地昭然 表里如一 朕有可饶你 可是你明明知道 这是个假盒子 却立主老佛爷 不要开合宣照 表面上是护着朕 实际上 你是逼朕就范 皇上 皇上 微臣是想息事宁人啊 朕念及你是两朝老臣 平日也勤劳正务 削去你军机处首席大臣的职位 回你的故乡 好好养老去吧 臣叩谢皇上聋恩 去吧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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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快一点 快点 好了 停下吧 你明明在我去哪里 放开我 快点 放开我 快点 快点 高兴宇 你们放开我 快点 放开我 朕下旨 封十四王爷允提 为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 统设朝廷一切军机事务 臣谢主隆恩 这个大臣子 这个大臣还可能会不在哪有任何人 你就把这一只蝴蝠 進一只蝴蝠 跟老妆劲 那我这只是一个黄鸥蝶 王爷 各府衙门的大人 都在花亭等着您呢 我不见他们 叫他们回去吧 喳 好 回来 子虚他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 王爷 皇上驾到 伟臣允提 叩见 黄叔 这又不是在前卿宫上 何必多礼呢 来 坐 来来来 给朕放个杯子 朕要跟黄叔一醉方休 是 黄叔 你怎么吃得这么简单呢 在景陵的这八年都已经习惯了 这些年 苦了黄叔了 来来来 给朕满上 来 朕来吧 来 朕来吧 皇上 十四叔刚才已经喝了三杯了 十四叔 三杯算什么呀 您的酒量 朕又不是不知道 黄叔 今天 若不是您及时赶到前卿宫 恐怕朕已经被押到天牢去了 这是皇上福大命大 任何人都渐悦不得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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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朕福大命大 那也是皇叔您给的 来 这杯 朕敬皇叔 好 干 干 这四叔 这四叔 今日连您也蒙了是不是 皇上 怎么说 您是不是怀疑 那个小木盒子被偷换过 其实朕当时也怀疑 是不是被洪生他们偷换过 朕仔细看了看那个盒子 看了看那锁 朕放心了 因为那个盒子 还是放在慈宁宫佛堂里的 那个小木盒 而且 先帝临终时 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写遗诏 您说是不是 对对对 还是皇上英明 侄儿也是心里打鼓啊 当时还吓出一身冷汗呢 是吗 是啊 就说现在想起来 都觉得后怕呀 皇上大可放心 有十四书在吗 嗯 赵将军 不好了 不好了 皇后娘娘怎么样 皇后娘娘腹中的皇子 快保不住了 哎呀 怎么了皇上 那儿呢 是吗 咱们把太后老佛爷 打入冷宫 朕这心里呀 傲叔 你说说 朕是不是太过分了 朕是一个不仁不义的皇上啊 连自己的皇娘都下得了手去惩罚 皇上 身为君王力稳狂澜 这样才算大仁大义 来 来 这大清朝到底怎么了 皇上 你 皇上 您太多愁善感了 皇叔 我真羡慕李后主啊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李后主啊 令人羡慕啊 皇上 他是个王国之君 您怎么可以羡慕他呢 嗯 嗯 胭之泪 香流醉 几十虫 皇叔 他有好多女人真心地爱他呀 你说说 你 你说说 皇上 你喝多了 不 不 这没有喝多 这还要喝 来来来 来 来 皇叔 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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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皇叔 干了 你 这 这么美丽善良的皇后 今晚却气气凉凉地躺在这儿 她的夫婿 那个做了皇上的男人 月月在京城 皇后娘娘 来人 来人哪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来 皇上 娘娘 没事 我做噩梦了 玉娘 你怎么这么晚了 还不去休息啊 娘娘 我留在这儿陪着你 营兵成这样 我放不下心 有事叫我 那有劳玉娘了 太医领 皇后好些了吗 赵将军 皇后娘娘的病 已经无法救治了 已经无法救治了 赵将军 皇上把娘娘交给你们 你们可是太医令啊 你们是救人性命的 我不想看到你们现在愁眉不展 无论想任何办法 务必让娘娘活着回到皇室身边 赵将军 别说了 明天启程回京 如果娘娘不能活着回到皇室身边 你们也活不了 可是 这养方 下官 确实不知道怎么开呀 差一分 不能走效 多一分 他无事了 赵将军 我和蔡太医刚才商量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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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知道怎么开了 什么 不知道 这个时候你们还在商量 你们是在保住皇后娘娘的命吗 你们是在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脑袋 好 来人 在 把安太医给我押下去 好 赵将军 赵将军 皇后娘娘如今病入膏肓 你们还在商量处方 你们是在保皇后娘娘的命吗 你们是在保住自己的命 是 本将军现在命令你 立即为娘娘救治 如果娘娘的命你们保不住 你们的脑袋也保不住 知道吗 下官明白 下官尊命 下官尊命 去吧 这 这 这什么地方 这不是真的养心殿呢 皇上还是起驾吧 来 送皇上回宫 好 没事 没事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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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能自己走 能自己走 好 皇后娘娘 您别这么想 皇上在京城等着您呢 玉娘 我终无大富大贵的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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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进城 这昆宁宫 就不是我呆的地方 我呆了 我的一切也就耗尽了 皇后娘娘您别这么说 您是大富大贵的命 您一定会耗尽来的 我对不起皇上 我把他的皇子给弄没了 皇上要是知道 他该有多伤心啊 不 皇后娘娘 您一定还会和皇上 有好多好多的皇子 一定会的 玉娘 您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愿意祈求上天 让最幸福的时光 永远陪伴着玉娘 上天一定会答应我的请求 娘娘 玉娘 我已经告诉老佛爷了 皇上是爱你的 不 皇后娘娘娘 还记得吗 你过这辈子逃到太子去过 后来皇上也进来了 从那天晚上我就知道 你们是认识的 其实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皇上是爱你的 不 皇后娘娘 其实皇上她心里最爱的那个人是你啊 我已经跟皇后娘说过了 她会破个例 让你进宫的 你就替我好好地照顾皇上 好好地照顾老佛爷 这是皇上的福分 是老佛爷的福分 也是玉娘你自个儿的福分 也是玉娘你自个儿的福分 皇后娘娘 您一定要好好的 您要跟我回到京城去 您要一直陪着皇上 一直陪着老佛爷 玉娘 我已经没有别的牵挂了 皇后娘娘 您别这么说 朕真的没有喝多 不用扶着朕 这点酒能算什么 这里 不是十四王爷府吗 是的 皇上 小姐 小姐 皇上她来了 真的吗 嗯 王爷让小姐 赶紧准备赢驾呢 我 我该怎么赢驾呀 小姐 小姐 皇上来了 皇上朝这边来了 小姐 您不是刚训会弹琴吗 您琴声把皇上迎过来啊 这个地方我认识 这是阿兰尔春小姐住的地方 阿兰尔春 朕来了 阿兰尔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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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皇上 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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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你的琴声如高山流水 春江花月 令朕听得是如梦如醉 朕听着听着就过来了 兰尔知道 皇上一定会记得我的 嗯 阿兰尔春 朕有点晕 快 扶扶朕 嗯 嗯 好啊 阿兰尔春 请求皇上 给小女子一个名分吧 好 好 朕就给你个名分 封你为蓝贵妃 谢皇上龙恩 王爷 王爷 皇上封我们小姐为贵妃娘娘了 退下吧 是 王爷 王爷 真是酒不醉人 人自醉啊 既至今日又何必当猪呢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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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起来吧 子虚呢 你们子虚道长呢 已经死在江南了 被一个恶婆娘给杀了 你 就剩下你们两个了 是 只掏出我们两个 皇后娘娘 蔡太医 娘娘 请喝药 蔡太医 怎么了 娘娘 你喝了药 病就会好起来的 蔡太医 这药里面 难道下毒了吗 不不不 下官哪敢哪 娘娘的命 已经连着下官府上 几十口的人命啊 娘娘 下官 请皇后娘娘喝药 皇后娘娘 把药喝了吧 喝了药 您的病就好了 荷花 赵将军哪 赵将军和山东府官员 都在外面候着呢 把他们都请进来吧 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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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阿兰尔春 皇上还叫我阿兰尔春啊 对 应该叫兰贵妃 你 赵将军 我还是大清的皇后娘娘吗 娘娘 爹 皇上 我有一道口语 转告给护送我的官员 日后也可以转告给皇上 倘若我这身子 有个散长一段 朝廷的各部官员 不得以任何借口 怪罪于太医吏 怪罪于赵将军 怪罪于山东的官员 也不能怪罪于坤宁宫的太监和宫女 这是我自己的命 不能怪罪于任何人 听明白了吗赵将军 娘娘 好 起来吧 我可以放心的喝药了 来 给我 我自己来 来 是不是这世界上只有一份爱 我得到了 她就会失去了 是不是这世界上只有一份福 我得到了 她就失去了 是不是这世界上只能去留下一颗 极美丽又善良的女人 我活下来 她必定要离去呢 这药多灵啊 喝完之后 我这身子就好多了 你们都先下去吧 是 月娘 你也去歇着吧 娘娘 我在这儿陪你 不了 过了今晚 就一定没事了 荷花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月娘 明日见了 今晚的风声 还是那么好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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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任皇后复查室 并始于山东得州 就像湛中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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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侧 tendencies 赵将军留步 怎么了 今日皇稍大喜 郑纳妃娶亲 什么 你说什么 赵将军 皇上郑纳妃娶亲 你这效果还是多了 这 这多不吉利啊将军 皇上娶的谁 皇上娶的是老十四王爷的外甥女儿 阿拉尔春 兰贵妃娘娘 将军 我看您还是现在别进去 停下 总国大人 有什么事吗 王爷 这是大清门 按大清祖父上规矩 只有皇后和太子妃的奉免 才能经过这里 那就让兰贵妃娘娘 成为一个皇后吧 皇上 皇上 兰贵妃娘娘的奉免 朝大清门来了 那就让她过大清门吧 走走走 她到一村公去 王爷 要是大臣的责会下来呢 是皇上的意思吗 不是 不是 奴才是内侍总管 自然是奴才的意思 高公 今天是皇到吉日 你不要讲了皇上的喜事 弄得大家都不高兴 兰贵妃娘娘奉年 通过大清门 皇上 阿朗尔春已经 皇叔 如今她可是朕的兰贵妃了 是的 这就交给皇上了 皇叔 你尽管放心吧 朕不会亏待兰贵妃的 她现在是皇上的女人 皇叔有什么不放心的 兰贵妃娘娘下降 你慢点儿 皇上 请进去吧 嗯 皇上 你怎么办 啊 走啊 皇上 您怎么还不掀红盖头啊 我都饿了 朕 不忍心看你 看吧 看吧 都三更了 好吧 朕给你掀开盖头 朕给你掀开盖头 我再给你掀开盖头 皇上 赵慧将你求见 哦 好 赵蕙 恭喜你啊 皇上 赵蕙 你回来了 我是真的不想见您 可朕时刻盼着你回来 这也不是话 来人 来人哪 娘娘 娘娘 皇上呢 皇上到哪儿去了 刚才一个将军来见皇上 皇上跟他走了 我饿死了 饿死了 弄点吃的来行不行啊 在皇宫还饿肚子 还不如在十四王爷府好呢 今儿可真不吉利 没看见刚才那个人 穿一身校服来见皇上吗 那皇上不砍了他 是吗 你是说 刚才有人穿着校服来见皇上 说不准 是皇后娘娘他 皇后娘娘他 他 死了 那娘娘就可以当皇后了 别乱说 现在都别乱说 那娘娘肯定能当皇后 祝昆宁宫去 这云梯逼宫 不得不这么喝 至少会错怪皇上了 皇后病逝 先密布发丧 兑换数日再做记忆吧 不可 皇上 山东巡抚已经城报军机处和礼部了 好 恩你 赶紧联络朝中年轻的将领 传阵的一道秘址 一定要遏制住京队的离宫 四路兵马 保护京城 只要三天 三天就可以了 恩 皇上 此事可以放心 朝中年轻的将领们 对张廷运和十四王爷 早有一次了 好 召回 成败 再此一举了 明白 立刻集合人马 连夜出发 让辽东的嘎尔汉 吉尔哈托 和内蒙的 朔德库 博士文都的骑兵 连夜悄悄向京城出发 是 什么都要 还要 走 我 你 要 你 你 我 你 你 皇后啊 皇后 都是朕的 不是你 是朕害了你啊 皇后 要是你没有被抬进这打青门 对话 你应该在呼隆贝尔的草原上 洗你的脑 赶你的羊群 做你的风筝 明年春天 你就可以把他们放上天空 皇上呢 快去把皇上喊过来 让皇上来见哀家 他为什么不来见哀家 去啊 老佛爷 皇上是不会来这儿的 那张婷玉大人呢 张婷玉大人为什么不来见哀家 张婷玉大人他回家养老了 回家养老了 哀家怎么不知道 难道 这个皇上 把哀家身边的一个个大臣都看走了 不行 哀家一定要去见他 老佛爷 您不能走 老佛爷 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皇后娘娘病天了 灵舅刚从山东运回来 皇后娘娘死了 破除哀家的预料 皇后没服分 真是 皇上他竟然如此不孝 是皇后娘我亲手把你养的 你却把皇后娘囚禁在这里 不行 哀家一定要去见她 老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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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能走啊 老佛爷 您不能走 皇上要怪罪下来 奴才干得不起啊 老佛爷 老佛爷您 您不能走啊 让开 哀家要出去 太后娘娘 皇上有令 不准太后出来 老佛爷您还是回去吧 哀家让您让开 老佛爷 再不让开的话 哀家就杀了你 让开 押回去 放开我 走 老佛爷 放开我 老佛爷您别喊了老佛爷 放开我 您别喊了老佛爷 放开 老佛爷您走 老佛爷 老佛爷您这是何苦呢 您还是吃点东西吧 有酒吗 有啊 奴才今儿偷偷带进来的 奴才这儿就给您拿去 还是你这个奴才好 去吧 这儿 这儿 你本来就不应该入宫的 你本来就不应该入宫的 这儿 不论贝尔草原多好啊 这皇宫 不是那么容易呆的 皇额娘现在 只能终于一路走好 我尽量真的松开我 我尽量的流程 我尽量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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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来只能说 你不是那么多 我尽量的泡沫 你只能担心 千百年欢开得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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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光 你是醉 你是绑架 你是玫瑰 你让喧哗的世界寂寂 你让手朵的生活丰美 多么香 且迷双梦 天心看见看流水江山中 天难为恩怨情愁终成灰终成灰 时光水去流 我的爱还在 永远不再流 我的爱还在 &n & Zither Harp